駕駛在路口腰右轉 看到行人先禮讓 沒想到卻有左轉駕駛相當猴急 喇叭按下 讓目擊駕駛飆罵 雙方展開戰鬥 猴急的左轉駕駛不滿被駕駛飆罵 竟然還在平交道危險逆向超車 讓目擊駕駛忍無可忍 停下車來再次開噴 結果駕駛甩都不甩 左轉後揚長離去 行車糾紛發生在十七號下午兩點多 桃園中華路一段的平交道 這裡路口沒設置斑馬線 行人不該隨意穿越 但駕駛逆向超車的行為 已經觸罰 不過目擊駕駛開窗飆罵的行徑 也不妥 遇到行車糾紛還是報警處理 怒怒針發作只會怕牌行K 記者 劉志展李宗澤桃園採訪報導